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公面前耍大刀 老太太吃汤圆 皇帝的娘 半夜三更 放鞭炮 十五支水桶打水 脚子破了皮 刘备对孔明 讲一下他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喜欢东拉西扯 有些人可能觉得扯那么多干嘛 那有人觉得 不错啊 讲的都还蛮有意思的 增长见闻 增广见闻 刀切豆腐两面光 金里青 目光短浅 孙悟空的眼睛 火眼金睛 关公面前耍大刀 不自量力 老太太吃汤圆 胡人吞 皇帝的娘 太后 半夜三更 放鞭炮 一鸣惊人 十五支水桶打水 七上八下 脚子破了皮 漏了线了 刘备对孔明言听计从啊 所以我们这个 不只是这个歇后语或俏皮话 他常常在生活当中实用绘画 你说 哎 那个 张副总啊 这个人啊 真是啊 做人太厉害了 太圆滑了 这个人就像刀切豆腐两面光啊 他的敌人也没办法 对他也无奈 也是没皮条 喜欢他 又喜欢他 不得了 没有敌人啊 没有敌人啊 做人太圆滑了 太厉害了 这个 那井底青蛙 哎 这个目光短浅啊 这个 我们有个同事啊 目光太短浅了 公司要升他 派他到驻外 到外国啊 到美国 到大陆 哇 薪水价啊 升官可能比较快啊 他不肯去 不肯去 怕是公司要整他啊 流放啊 边疆啊 家里老婆也不法啊 目光短浅啊 这个不知道这好机会 所以像军人啊 军人有的时候 军队里面啊 你要升官升得快 要调外岛 调金门麻祖啊 或澎湖 调外岛 这是 这是一个规矩 你说都在本岛啊 就是一个历练的意思啊 因为大家谁要去外岛啊 外岛就不能回家 很难回家啊 出去历练一下 一方面外面也比较紧张一点啊 等于是去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啊 责任大一点 尤其是以前啊 外岛比较危险 那现在不危险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军人他升得很慢 为什么 他就不肯 我不肯出去 我就在这里 最好钱多四少 黎家境在家里面 在家里附近 每天回去抱老婆看小孩 那升官就会比较慢 这没办法 没办法 还有军人要升将官一定要到那个 这个参谋学院啊 要受训啊 才能升将官啊 甚至国防大学了那些的 孙悟空的眼睛 火眼金睛 哇 这个好厉害 打麻将 打扑克牌 玩十三只 玩什么 哇 这个火眼金睛 太厉害 看什么都看得很准 好厉害 这个一大堆人在前面 几千个人这个里面 哎 要找老妈 找老爸 结果他都找不到 人那么多 老爸在哪 老妈在哪里 一下子分散了 结果 哥哥 哎呦 在那边 我看到了 在前面一百多公尺的地方 看到了 看到老爸老妈 两个在那边 他们东东西望 也在找我们 哇 你真是火眼金睛啊 人那么多 我们都看不到 你马上就看到孙悟空的眼睛啊 火眼金睛 太厉害 官公面前耍大刀了 官公就是青龙眼月道 他有名的 谁打得过他 就是用大刀的话 你在他前面耍大刀 你不自量力吗 是不是啊 李小龙活的时候 你要跟李小龙对打 那不是自不量力啊 这个西洋拳的拳击啊 你要跟泰森打 他一拳多重啊 你不是自不量力吗 是不是啊 所以这种官公面前耍大刀 不自量 你要去跟林志玲比漂亮嘛 那不是自不量力 你要跟建美先生比那个肌肉多 那不是自不量力嘛 那老太太吃汤圆呢 就是胡伦吞 为什么呢 老太太嘛 为什么 老太太通常有一个特色 就是牙齿不好 因为上了年纪啊 有牙齿掉了 到现在这个没问题啦 现在这个牙医这些很先进啊 就该去补牙就好 但是再怎么补牙齿还是不好 假牙跟真牙就不一样 所以有老太太一口牙齿很漂亮 假的 你平常看 看不出来 那结果呢 晚上譬如说 这个你妈妈 八九十岁了 平常假牙看得不错 但晚上她有时候拿下来 一拿下一看 哎呦 怎么那个牙齿都没啦 这个吓死人 那有的不是装假牙 有的还要磨牙 戴牙套 牙套看起来蛮漂亮 结果 因为她戴牙套要把牙齿要磨细 有的磨尖尖的 所以牙套装上去 哎 很漂亮 结果有时候晚上要睡好前把牙套拿下 哇 看那个牙齿 哇 跟那个吸血果一样 细细尖尖的 哇 吓死人 因为她的牙齿不好啊 没什么牙齿啊 所以汤圆呢 我们一般是用牙齿去咬啊 汤圆还在咬一下 她用吞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呢 喜欢吃肥肉 也不说老人家 她就 她也想吃瘦肉 她咬不动啊 她只好吃肥肉 因为肥肉就是 随便那个用牙齦去咬 咬得动啊 或者牙齿不好 但是因为肥肉很软啊 甚至有的在稀里糊里吞下去啊 所以老人家就吃肥肉 不是她喜欢吃肥肉 她没办法吃 她也想吃那个 也想吃那个牛筋啊 牛肉啊 什么肉啊 她没办法吃啊 所以这个老太太要用吞的 那胡人吞就说 这个小孩子 这个念书不好好念 这个意思也不懂 稀里糊里你就过去了 这个你背 背国文课文 你在背 可是什么意思你也搞不懂 你也不管 你就硬是去生吞活泼 去背那个字 背了半天 有一搭每一搭 可是一问你什么意思也搞不懂 就胡人吞嘛 就说 本来是说 没有牙齿 就是吞下去 后来就说 你根本不求圣解 不了解 你就生吞活泼 比如说 老板给你一个报告 叫你一两天看完 结果你隔天就看完 哦 我会了 会了 我还写报告什么东西 就写了半天 老板一问 他说 牛头不对马尾 你到底看了没有 我看了 我看了 给你两三天看 你怎么一天就看完 我真的看了 就一问什么都不知道 里面精髓都搞不清 这胡人吞嘛 皇帝的太太太 皇帝的妈妈她叫太后 太后就引申了 这个东西太厚了 像我们打撞球 要准的话就是厚薄度要抓准 有时候打太厚就偏了嘛 打太薄一偏了就不会近代嘛 所以有时候打撞球她开玩笑说 只有打厚了 就没有打到中心 打到太厚就求不为近 然后我们又说 这个东西太厚太薄 所以这个太薄倒是没有什么成语 但是太厚就 皇帝娘 你这个东西做得太厚了 比如说你切肉 这个肉切得太厚了 你这个皇帝娘切得太厚了 半夜三更放鞭炮 那吓死人啊 半夜三更要睡觉 这个很安静啊 你说放个鞭炮 那不是移民惊人吗 不是吓死人 所以我们就故意这样讲 移民惊人 哎呦 这是考试 结果状元 哇 全国高考第一名 我们是 台湾是叫那个 以前有高中连招了 这个大学连招了 是叫那个连招 那大陆是叫高考 那我们台湾高考是考公务员考试 所以不一样 所以大陆用语跟台湾用语也是不一样 像15支水桶打水 我们以前 我们是先有七上八下 表示那个心里啊 不安 忐忑不安 忐忑一个上 一个下 下面一个心忐忑不安 七上八下 所以先有七上八下 后来才有15支 因为七加八十五嘛 所以15支桶打水 七个 这上面八个下面就是七上八下 就比如说这个公司要年终考核啦 或者公司要裁员啦 一些裁员 然后明天公布 结果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心里七上八下 万一 万一我在裁员明呆里面 那怎么办呢 这没工作啦 支减费也花不了多久 七上八下 那露了线 饺子露了皮 饺子皮破掉 不是线就露出来了吗 所以鼎泰峰的那个小笼包就厉害在哪里 它皮很薄 它就不会破 它不知道加什么东西 这是它的独家秘方 非常薄 可是它就很 就是不太会破 那一般的那个麦小笼包皮就比较厚 是也不会破 也不容易破 但是皮就很薄 因为皮厚了就不好吃 人家主要吃馅嘛 那皮 皮是要包住饺子嘛 你光是吃馅 这个煮的时候也会化掉嘛 所以鼎泰峰就厉害 再加上它的肉馅啊 非常鲜 它都有签约啦 一定要用哪里的猪肉啊 所以它的好吃 所以它卖的贵有道理啊 你说 有人说太贵了 那你就不要吃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卖东西啊 严格讲起来就是说 在某些方面来讲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贵也不贵 你觉得贵你就不要买 你觉得不贵你就买 你觉得很贵 但有人吃得起啊 所以鼎泰峰 很多人嫌贵啊 不想吃啊 可是问题上门庭都是啊 每次排队没有半个小时 排不到啊 运气好 十几二十分钟 排到那是运气好啊 所以东西就是 你买得起 因为它贵一定有它的道理嘛 但如果说它东西又很烂 又卖很贵 那当然一定完蛋 所以你说 你说那个 奢侈品薄薄薄 有的买几十万上百万 当然它赚了很多 没错 问题它行销啊 它有品牌啊 它东西好啊 那你说太贵 可是 可是品牌它 它卖得很好 赚了很多钱啊 那有人要买 有人觉得有这个价值啊 所以 脚子破了皮 就露了线 刘备对孔明 就是言听计从啊 三顾茅庐之后 因为孔明智慧比他高嘛 但是 刘备年纪 几乎可以当那个孔明的爸爸 因为那个 孔明出生的时候 还不到二几岁 二十六七岁 二十五六岁 二十六七岁 那刘备可能四十多岁了 已经差不多要到中年了 可是呢 如意得水 他得到孔明像如意得水 因为孔明的智慧比他高 所以刘备对孔明啊 就是说言听计从 所以我们最后念一遍 刀切豆腐两面光 因为你看刀切豆腐 因为豆腐不太黏嘛 不太黏刀嘛 很软嘛 所以切完以后刀 你说刀切切肉啊 切什么东西之后 可能有一些那个肉啊 这粘在上面 可是豆腐很滑嘛 切完以后还是两面光 刀还是光的 刀切豆腐两面光 金里青蛙目光短浅 孙悟空眼睛睛 火眼睛睛 火眼睛睛 因为他是被那个 当到天宫的时候 被那个太白金星 把他抓起来 二郎神仙抓住 然后太上老君 就太白金星 把他弄到八卦 八卦炉里面去炼丹 就在里面没死 想把他化掉 结果后来 一出来以后 没死 没死 也没死 然后那个 但是眼睛被淹 被那个八卦里面熏到 熏成火眼金睛 观光面前耍大刀 不知量力 太太吃汤圆 胡伦吞 皇帝人 太厚了 这东西太厚了 半夜三更 放鞭炮 一鸣惊人 七家八等于十五 十五是水中打水 七个上面 八个下面 忐忑不安 脚子 破了皮 露了线 你的底细 底牌 被人家看穿了 刘备对孔明 言听计从 我现在13个YouTube的频道 这个尝试宝典呢 是讲 就是一般的 中文的 讲一些尝试知识 其他都是英文 所以你如果想要增强英文 这些帮助很大 这一集讲到这里